近来长辈轮番接种AZ疫苗 各地出现有人接种后不适或死亡的案例 指挥中心截至19号统计接种人数 144万6608人次 疫苗不良事件通报有67例接种后死亡报告 仍带司法相验解剖等精确资料来厘清原因 累计的部分就是 85岁 累计67例 那75岁以上就有55例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总共 国内就是接种了 AZ的疫苗总共是144万剂 那其中 这个31400人左右是给75岁的以上的长者 那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 收到67例的这个接种AZ之后的死亡的报告 那在这个新增的18件里面都是在接种后4天内发生 那15例是75岁以上的长者 那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些个案大多数都是高龄长者而且有慢性疾病 那我们现在已经收到9例的死亡案件 那已经送到司法相验的也已经解剖出来了 那初步的死亡原因那绝多数大多数都是跟这个心血管疾病或慢性 慢性病相关 那其中也有一位在做解剖之后 那验出是COVID-19的一个病例 那所以这个我们有经过检验之后 那也威员局这边也 也开始针对这个个案的个案的这个 就在他们的环境跟家庭的部分来做后续的一个追踪 那有关这个这个疫苗接种之后的死亡的部分 那目前主要都是高龄高龄的高龄 而且有慢性病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有回顾跟解剖的病例 都没有跟这个疫苗有相关 指挥中心提醒长辈对于近期身体状况或是慢性病情不稳定者 等到病情稳定或身体调试较佳的状态下 再安排接种 同时也避开天气炎热高温时段前往注射 保障自己的健康安全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导